哈利路亚 好的 我现在开始讲 很重要的一个教导 我的最重要的教导 非常重要 这是讲 基督主的生命 动力从哪里来 基督主的动力从哪里来 我想说 很多时候人的动力 很多时候 不是从恩典来的 而是从律法 律法什么意思呢 律法就是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在你们讲大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你的父母啊 老师啊 就说你要乖 你要听话 你要听话 才是一个好学生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很多时候是要求 信的要求也是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这样的话 有些时候你就说 我做得不够好 做得不够好 其实 不用操这个 很重要是你记录 有些重要的 我所说的最重要 不是操这个内容 不用操这个内容 很重要这一点 很多时候人 是用律法推动 我用一个例子 一个例子 你们这里有多少人 曾经经历过恋爱 恋爱 在你结婚之前 有没有恋爱 还是没有的 有些人结婚就是 安排好了就结婚 这里有没有人去恋爱过 恋爱过 很开心的 很有这个感情的 为什么当时会这么开心呢 因为你发觉有一个人喜欢你 是不是 当时他很喜欢你 你很喜欢他 你的内心就很开心 你想到他就开心 你很想找机会跟他沟通 很想陪伴他 如果他有空与你一起 你就很开心 这个是恋爱的状况 在恋爱的时候 你很有动力 做任何事情 令对方开心的 但很多时候结了婚 结了婚是不是就 好像恋爱的时候了 很多时候不是的 为什么呢 结了婚之后 很多人就是这样 要洗碗 要洗衣服 要煮饭 要煮饭 你有没有做好 什么事情要做 就是你很多吩咐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但没有做就吵架 就批评 我想问你 有没有发觉这个情况 结了婚之后 很多时候 就好像不像在恋爱的时候 恋爱的时候 你很开心陪伴他 是不是 很开心与他沟通 但结了婚 很多责任 而且做得不够好 就吵架了 就骂对方了 这个就是律法 律法是什么 要求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没有做什么 都是很多要求 但在恋爱的时候 你很自动 很开心 这个人 可能 如果你经历过恋爱的话 有 有回应了 你要 拉开一点 就是 在恋爱的时候 你会很自动 会为对方 做一些好事 是不是 如果你有情境恋爱的话 你很愿意 做任何事情 令对方开心 是不是 有没有这个经历 有这个经历 请你举手 在恋爱的时候 你很愿意 做任何事情 令对方开心 好的 但后来结婚之后 有没有觉得 好像这种开心 就没有了 是不是 没有了 这个是因为 这个关系 失去了这个 暗点的部分 暗点是怎么样 他很喜欢我 他愿意问我 做什么好事 有机会 就会做什么好事 我告诉你 我跟我的太太 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要保持 我的婚姻 蒙神喜悦 所以我很乐意 为他做任何好事 我告诉你 我为我的太太 我们回家 我马上为他拿拖鞋 我马上拥抱他 我马上听嘴 马上令他开心 我走 我们在旁边 我们有两个电脑 他有一个电脑 我有一个电脑 他在我旁边坐 他要在他的工作 我做我的师父 讲道 具备这些材料 我们有一个 些少的距离 但每一次 我去洗手 这样我起来 我就按摩他一下 拥抱他一下 令他觉得舒服 就是任何 令他觉得舒服的东西 我都做 我来了之后 我在路头中 都与他沟通 我让他觉得悲哀 这样的话 我们就含有动力 为对方做任何的好事 这个是恩典推动 但很多人结婚之后 结婚之后就是怎么样了 他说什么 就好像要做很多事情 做得不够好 就吵架 做不完的事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这样的关系好不好 不好 不好 也没有很大的动力 是不是 我告诉你 很多人与神的关系 也是好像这样 要祷告 要读圣经 这个没有错 读圣经祷告没有错 要做什么事情 有正宠圣传福音 但如果是要做 你要做的话 就很多责任 很多担子 但如果 你知道神很看重你 神很爱你 神看到你就喜欢 其实圣经是这样说的 他因你 西方亚书 三章十七节 他因你欢心喜乐 西方亚书 三章十七节 他因你欢心喜乐 默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神看到我们是很开心的 你亲近他 他就怎么样 他就亲近你 而且藏在耶稣里面 耶稣就藏在里面 这人就多什么 多结果子 他就在你里面做工 令你产生很多果子 你的生命 就会有很多 不同的圣灵的果子 侍奉的果子 你的生命就充满喜乐 耶稣与我们的关系 就好像恋爱 你亲近他 好像我刚才为你祷告 你亲近他 很平安 很舒服 但有时候 你结婚之后 你跟你的老公老婆 亲近 是不是这么开心舒服 有时候不是 有时候就是好像 要做很多事情 洗碗 要洗衣服 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没有做什么 都是很多责任 责任没有错 重点是 动力从哪里来 如果动力是这样 我要传福 我要读圣经 我要祷告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就好像信了耶稣 就很多很多责任 而且很多基督徒是这样 我爱主不够 我爱主不够 我真的神不喜欢我 我也不喜欢自己 我想问你 你有没有觉得 我做得不够好 我犯了罪了 神不喜悦我 我就觉得很大的压力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些人与神的关系 也是这样的 但神是怎么说的 神说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都要会他欢喜了 当我们悔改的时候 神就很喜欢 神就在笑 而且不但是神在笑 天上所有的天使 所有的圣徒在天上的 都一起为你欢喜 神的天国是这样的 你做什么 尊从神的地方 神就很喜悦 神就很开心 神就很兴奋 神就必定祝福你 这是神的特色 祂是充满恩典 祂很喜欢我们的 当你明白这一点 的时候 你与神的关系就很轻松了 很多与神的关系是这样 我要祷告 我要祷告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但做得不够好 所以就觉得有压力 而且有内疚感 但我告诉你 我是怎么样 我与神是怎么样 神是希望我们怎么样 我悔改 我做得不够好 不够好 我悔改 神就很喜悦 我再也没主 我听见神 神就很喜悦 神就很开心 神就来到我身上 就将祂的恩典放在我身上 祂就喜悦我 祂的同在就临到我身上 而且当我将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你的一个喝 就怎么样 就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我知道我为神做什么 尊重神的地方 神都很开心 所以我是整天这样的 赞美主 哈利路亚 神传喜悦 哈哈哈哈 我也很开心 哈利路亚 哈哈哈哈 而且祷告 马上可以感受神的同在 刚才你们有些人感受到神的同在 这是因为你的灵开放 你有哭啊 神的 是不是觉得感动啊 这个就是神的同在 你可以出来吗 出来 站到这里 出来 这里 这里 他是对圣灵很敏感的 你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我一边说话 一边为他按照 你可以看着我 一边看着我 我知道 我为神做什么好事 神都很喜悦 神都很喜欢 所以我整天跟从神 是好像在恋爱的情况 不是在压力之下 我是整天我知道 我真从神 神就很喜悦 我侍奉神 神就很喜悦 我整天都在 侍奉神的状态 我整天都很开心 这样的话 就没有压力了 这个是恩典推动的 我想告诉你 圣经是用恩典推动我们的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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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松自己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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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耶稣 你感受怎么样刚才 我这样为你祷告按手 你感受怎么样 很舒服很平安 意思是什么呢 神就喜悦 祂就马上来了 祂就马上来祝福 所以我们与神的关系 是可以整天很开心 我告诉你 我从起来 早上起来我就说 感谢天父 我是让你贼心 因为神很喜悦 圣经已经说了 我敬见祂 祂就敬见我 我藏在祂里面 祂就藏在我里面 我就剁这果子 祂就藏在我的里面 我的生命就丰盛了 祂去陪伴我 也去帮助我的 祂去加力量给我的 凡等候月花的 必重新得利 是的 Amen 重新得利 就马上有力量 千见神就马上有喜乐 有平安 有智慧 聪明 是不是很好啊 是 所以我们千见神 跟很多人的关系很不同 当然我们人的关系可以改善的 如果你爱对方 你善待对方 你的关系就可以很享受 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可以很享受 你会带着神的能力 耶稣放松 有没有漂亮的感受 有没有飘飘燃的感受 会越来越强烈的 当你越投入 耶稣神的同在就临在 我想问你 你们渴慕与神的关系是这么享受的吗? 你渴慕吗? 而且你讲道的时候 人都喜欢听你讲道 听你讲道的时候 都有力量 都被鼓励 带着圣灵的能力 你说的话 你的祷告都带着能力 哈利路亚 现在我用经文 记取我刚才所说的 让你们看到这是圣经的话语 而且你们中间有讲道的 其实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你看到这些经文就想一想 如果你用这些讲道 可以怎样讲道神的恩典 恩典推动 恩典推动 我用一个例子 我告诉你 在地上 不用抄不用抄 重点不是抄这个 你写这个经节就可以了 马太福音23章37节就可以了 最重要你写下我说的话的一些重点 让我说一说哈 在地上 在地上最大的爱 是母亲的爱 是母亲的爱 我想问你们 母亲对你的爱有没有感动你啊 有没有感动你 让你觉得很被爱 无条件的 虽然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有些母亲还是 有些 有些母亲的爱比较大 有些爱不是那么大 但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母亲 是不是都会很感动你啊 这个就是恩典推动 你们有没有动力 对母亲做一些好事啊 令她开心 有没有这个动力啊 有的 因为她对你好是不是 是 这个就是恩典推动 恩典推动就是因为她对你好 你看到她的美善 你就喜欢她 你做什么好事 她在身上她很开心 你就觉得很满足是不是 是 这个就是恩典 恩典推动 其实圣经是用很多恩典 神是充满恩典 他对我们是充满恩典的 马太福音23章37节 耶稣对耶路撒冷说话 他说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 那缝太浅 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 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亲把小亲 聚集在翅膀 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这里耶稣说到 以色人是怎么样 以色人这里说 他们是不是 遵从神啊 跟从神啊 不是 这里说他们杀害先知 他们做得好不好啊 不好 而且用石头打死 那缝太浅到 他那里来的人 但神的呼应是怎么样啊 神是不是说 我就放弃你呢 不是啊 他说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我多次 好像母鸡把小鸡 聚集在翅膀底下 你有没有看 看过母鸡跟小鸡啊 有没有啊 有 如果你去攻击这些小鸡 母鸡会怎么样了 坐下 他会保护这些小鸡 是不是 这是 好像母鸡 因为神像母爱 放在人的母亲 也放在动物的母亲里 你有没有曾经看到 狗啊 猫啊 有生了 生了 这个小狗 小猫 然后你要 拿走他的小狗 小猫 这个母亲会怎么回应啊 咬你啊 就是说 神像母爱 放在人和动物里面 因为这个爱来自神 神就说 其实我想聚集你们 好像母鸡聚集你们一样 聚集小鸡一样 我常常看着你 我就关心你 我就爱你 但你不愿意 只是你不愿意 不愿意的时候 神是不是就放弃了 没有 他继续的聚集他们 我们就看到这一点 这个是神的恩典 我想问你 你有没有有些小不听神的话犯罪啊 人人都有 我也曾经有犯罪 但我现在知道犯罪得罪神 所以我尽量有什么罪的意念 马上处理 有什么怒气马上处理 不要犯罪 我不要得罪神 但我也不是完美 总会有一些犯罪的意念出现 有的时候我就马上处理 马上就放下这些罪的意念 这个就是我的动力 我的动力是什么 神这样聚集我们 虽然我们不听话的时候 神还是继续的感动我们 是不是很美好啊 神还是继续的感动我们 继续的聚集我们 神就是这样 充满恩典 充满爱 当我们明白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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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会很感激神 很欣赏神 很喜欢神 因为神是这样 虽然我们有犯罪 祂还是爱我们 是不是很奇妙啊 神是这么美好 所以这个神性情讲道法 神给我这个神性情讲道法 是怎么样了 我会用不同的方法 形容从这个经文 而且从整本圣经 找到跟这个主题有关的内容 讲出神的恩典 这个内容里面 讲出神的恩典 但很多人讲这个经文 没有想到神的恩典 就是没有想到 我用这个例子 如果这是一个 不太听话的基督徒 不太爱主的基督徒 神还是不停地聚集他 好像他聚集以色列人 这样 他们不听话 神还是不停地聚集他 感动他 他虽然不听话 神还是不停地感动 当他有一次听话的时候 神就很喜悦 很开心 神就继续祝福他 当我们想到神这种 无限量 无条件的爱 是不是很美好啊 我问你 在世界上 有没有人这样对待你呢 在世界上 有没有人 你多次犯错 他还是很耐心地帮助你 没有 很难找到是不是 很难找到 其实神是这么美好 你会不会说 神啊 你这么美好 你为什么这样爱我了 你为什么这样爱我 你可不可以 现在对神说 神啊 你为什么这样爱我了 我多次犯罪 你还是在寻找我 还是在聚集我 是不是很奇妙 我告诉你 我每一天都 思想神的恩典 我每一天都亲近神 都经历神的同在 我都说 神不停地祝福 神有无限量的爱 所以我讲到的时候 我讲到的时候 都是常常讲到 神这种美善 我希望你们也是这样 当你听到神的美善 神是好像母鸡 聚集小鸡这样 聚集我们 你知道神是不停地感动你 我们不听话 神还是感动 你会不会心里说 哇 神真是美好 神这么美好 你会不会这样回应啊 会 我告诉你 如果你的心 充满这种感激 的话 你就很有动力 你就很有动力去 侍奉神 去祝福人 我告诉你 我有无限的动力 因为我知道神很美善 所以我在里面去充满动力 我想说一点 我刚才形容神这种爱 不是一两句 我是形容出来 让你明白 神这种寻找我们 聚集我们的心 接纳我们的心 是不是很美好啊 祂是不停地聚集我们 接纳我们 不计较我们 有什么做错的地方 祂还是不停地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这是不是神的美善啊 所以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 神啊 祢真美好 祢真美好 有神真好 因为祢是常常这样 爱我 看重我 祢是常常这样祝福我 常常这样帮助我 常常这样提升我 我们就 我希望你们都会感激神 都会 说神啊 你真美好 神真美好 这种讲道的方法 会令人 喜欢神 也令我 喜欢神 我每次讲的时候 我都喜欢神了 我想到神就喜欢 因为祂 我告诉你 我也曾经多次的犯罪 我现在 有动力 不要再犯罪 为什么呢 因为 我知道神的美善 所以我的动力是很大的 其实我现在 我告诉你 如果你们不知道 我的年龄的话 你可不可以猜一猜 我现在有多大 如果你不知道 我的年龄的话 你看看 你想我有多大年纪 我告诉你 我现在 多大 你要听 你要没有听过 知道我的年龄的 我现在告诉你 我去七十三 但我永远不想停止 因为我知道 神是极度的美好 祂不停地感动 每个人 你们有没有经历过 神的感动 有 神感动你的时候 是不是打你 骂你 没有 是柔和的感动你 是不是 是 祂说我柔和谦卑 神是这么美好 而且你听话的时候 你听从神的时候 神就提升你的生命 去到高处 是不是很好啊 我希望你们听到我 解释神的恩典 你将来讲到的时候 每一个经文都去思想 神这样做的时候 代表祂有什么心态 祂有什么 祂对我们的心是怎么样 祂对我们有什么恩典 这个经文我说一次 里面有什么 祂的心态 心态就是祂的属性 祂的心情 祂的心情就是怜悯 接纳 祂接受任何有大罪的人 祂永远都是看中人 祂看中我们 祂看不看中耶路撒冷啊 看中 所以祂会这样聚集 他们好像母纪 聚集小纪一样 祂就是这样 看中耶路撒冷 祂也看中我们每一个 而且祂用耐心 去救世恩典的 祂感动我们 在我们里面做工 在我们心灵里面做工 吸引我们 带领我们去悔改 带领我们去尊重神 亲近神 然后到每一次 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神是不是就坐在那里 不做什么事情啊 不是 祂马上就会祝福你 如果你的灵开放 你祷告 你马上会经历平安 轻松舒服 这个就是神在祝福你 我再说一次这个恩典 祂不停地感动我们 去亲近祂 祂虽然我们不听话 祂还是感动 当我们呼应神的时候 祂就很开心 祂就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祂就赐给我们力量 赐给我们聪明智慧 赐给我们恩赐能力 赐给我们平安喜乐 提升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呼应祂的时候 祂就提升我们 去到高度的情况 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不听话 然后这个花瓶 这个花瓶就跌在地上睡了 这个是很贵重的花瓶 我想问你 这个人会不会很喜欢你上去来他的家 因为他怕你又再碰到什么东西又跌在地上了 然后 这个人还是对你好 上去还是请你去 然后他就告诉你 我还有其他贵重的东西 你千万不要碰 然后他去到厨房 你就去看一看这些贵重的东西 你要打碎了另外一个东西 我想问你 如果你在他大众 不同的情况打碎了不同的东西 他会不会再接纳你 不会 我想问你 我们得罪神有多少次 是不是十次 你得罪人十次的时候 他会不会让你去他的家 不会 但我们得罪神是不是十次 我们犯罪是不是只是七十个七次 我们犯罪是不是只是七十个七次 是更少还是更多 多些少还是多很多 我们犯罪很多很多次 里面有负面的想法 有烦恼 烦恼也是罪 其实我们一生有很多罪 但神有没有放弃我们 所以从这个经文我们看到 神叫接纳耶路撒冷 怜悯耶路撒冷 聚集他们 呼叫他们 差遣先知 差遣不同的人去到他们那里 但耶路撒冷怎样对待这些先知啊 经文说什么 他们杀害先知 神有没有停止啊 没有 最后他差遣耶稣 但耶稣他们也杀了 但神有没有停止爱耶路撒冷啊 没有 他还是去感动 我们就看到 我希望你 当你当你想到神的恩典的时候 你就说神啊 有谁能想你 耶稣只有你能感动我心 永远远远远远远远在难寻找得到 耶稣有谁能想你 是不是没有人能像耶稣这样爱我们的 我希望你们讲道的时候也能够让人看到神的美善就喜悦神 不但去讲一两句 不但去讲一两次 耶稣很爱你 有些人是这样讲恩典的 耶稣很爱你 耶稣为你定习家 耶稣关心你 就讲完了 但我现在是用各样的智慧 放出我明白神这个大爱 因为我里面是充满他的爱 我里面很感激神的爱 我很喜欢神 为什么呢 我的太太对我很好 但我太太对我好的地方 远远不及神的爱 我对我的太太是很好的 但神对我好比我的太太对我好 大很多很多倍 圣经说什么 天与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像敬畏他人何等的大 天有多高啊 是不是这么高啊 无可向量是不是 神的爱也是无可向量 你想一想 神的儿子耶稣为你死 你愿意将你的儿子 让人去杀死吗 但神让我原杀死耶稣 是不是很大的爱 所以我希望你们看到 这种讲道法 查经法好不好啊 我查经看到什么神的恩典 我都很喜悦 我都说神啊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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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然后下一个经文了 路加福音五章八节 耶稣叫 当时他们刚刚认识耶稣 叫当时 就是在起初认识他们的时候 叫他们去杀网 然后他们就捕了很多鱼 然后路加福音五章八节说什么 西门彼得看见 就俯伏在耶稣西前说 主啊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然后第十节 耶稣对西门说 不要怕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当彼得看到耶稣行的神迹 吩咐他们这样往沙寨 船的一边 就捕到很多鱼 彼得就知道 因为前天晚上 他们不能捕到什么鱼 所以当时 他看到这么多鱼 他马上知道 耶稣不是普通人 他知道他是从神来的 他就怎么样啊 俯伏在耶稣面前说 主啊离开我了 我很多罪啊 我很多罪啊 我不配 但耶稣是不是说 你很多罪你就走了 我不要你呢 耶稣不是说 这样说 他说不要怕 不要担心 不用怕 从今以后 你又得人了 这里我们看到神的 什么性情啊 接纳 非常好 你说 接纳人 非常好 他就是有一种 接纳 而且 他很想提升 人的生命 这种性情 是不是 底德 是不是好人啊 是 他是个罪人 他是个罪人 他本来是个罪人 他不是什么好 什么好的地方 但耶稣 有没有看中他 有啊 他说 不要怕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从今以后 我要帮助你 你要得人了 你要补助 补足 补足 是不是补足 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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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补足 不 不是 暴卒 补足 写 Moz 补卒 补卒 好了 补卒 OK 好的 好的 明白 好的 他说同时以后你不去补卒鱼 你去补卒人 你要带很多人进入天国 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恩典呢 这里首先 耶稣接纳他 虽然他 有很多罪 他是个罪人 他接纳他 而且耶稣关心他的感受 他说不要怕 耶稣让他知道 不用怕 因为我会给你力量 我会帮助你的 你能够做大事的 而且耶稣有一个计划 要提升彼得 他要提升彼得 将来他要补卒很多人 他要带领很多人信耶稣 所以他说 他对彼得说 我应许你 你将来要得人了 我们就看到耶稣这种 看中人的心态 就好像他看着你 很多人就说 我没有用啊 我不能做什么好事啊 但耶稣说 不要怕 不要担心 我可以叫你将来补卒很多人 你将来可以祝福很多人 但很多人说 我不能啊 不能啊 做不到 彼得也是说 我做不到 但神会说 我看中你 你是很宝贵 他必定给你力量 给你恩赐 为了叫我们能够 补卒很多人 他会给我们恩赐 能力 动力 智慧 聪明 机会 每样都给你 这个经文没有说这个 但我们看到 每个基督徒 而且圣经里面也说 神会给我们恩赐 是不是 给我们能力 智慧 聪明 而且机会 给我们机会 将我们大大的发挥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有认识的人 你可以帮助他们 这些就是机会 我能够来到这里 是机会 我能够祝福你们 是机会 你们能够听到 今天的道 是不是机会啊 是 你也可以发挥 你就说 神啊 你这样减选我 让我听到 这个恩典的道 因为太多人 不明白神的恩典 所以很多人讲到 都是律法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 长大的时候 都是律法中长大 你要乖 你要听话 你要读书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没有做得好 你做得不好 所以你没有用 你是不是听到 很多这些话 但神里面 其实是充满恩典 但为什么很多人 在耶稣里面 还是在律法之下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明白 神的恩典的伟大 他们没有看到 神的恩典的伟大 他们习惯在律法中 我想问你 你在家中的时候 是不是常说 你要洗碗 你要洗衣服 你做得不好 你洗衣服不干净啊 你做什么不好 我想问你 你在家中是不是很多时候 都会说这些话 你做得不好 这个是恩典 还是律法 律法 你的心是充满恩典 还是律法 律法 我告诉你 我不需要告诉 我的太太做什么的 我不需要推动她的 她知道有什么地方帮助我 她会马上做 而且她会主动去做 她会找机会去做 我也找机会去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被恩典推动 这个关系是充满爱 充满恩典 所以我们都互相 很乐意地祝福对方 我也乐意地侍奉神 我不是在压力居上 其实我所有的侍奉都是义务的 现在神供应我的需要 我所有的侍奉都没有薪水的 我是义务地做 是神供应我 我乐意去做 我永远不想停止 有些传道人说 他们有星期天惧怕症 星期天要讲道就很惧怕了 很多压力 我告诉你 我是很喜欢讲道的 因为我讲道神的美善 我就很开心 神啊你这么美善真好啊 神真美好 我想到神就想到 神你真好你真好 所以我想到神就喜欢 是不是好啊 是 哈雷路亚 哈哈哈哈 这样做基督徒好不好啊 这个就是暗点 我鼓励你 首先享受神这种关系 神这样爱我 你想一想 神怎样带领你信他 过程是不是很奇妙啊 是 然后你是不是马上就听话了 不是 神还是不停地感动 是不是 然后可能神感动你 为神做什么什么事情 你是不是马上就回应啊 不是 但神有没有停止啊 他还是感动 当你听话的时候 神有没有给你更大的力量 机会聪明喜乐 有没有啊 这个就是神这样 恩待 我们 他去首先选 选择我们 他首先 他拣选我们 拯救我们 改变我们 这样 圣灵放在我们里面 感动我们去跟踪神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 恩赐能力 当你尊重神的时候 神就为你预备 我当我信耶稣 不久 我就有信 侍奉神 神就为我开路 给我很好的神学院 我现在讲的一部分 是从我的神学院 学的 因为他们很看重平衡 恩典 他们去平衡 律法和福音 但我现在将这个福音 扩大到恩典 所有神的恩典 我整天都想神的恩典 所以我整天都在神的恩典中 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 享受神 好了 我现在这样说 你们明白吗 能够说 神真美好 我真感激神 我真享受神 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 我们现在会停一停的 但你们可以细想这个经文 彼得快要否认耶稣上次 但耶稣说这句话 有没有说出神的恩典 我们现在祷告 在休息一下的时候 你们就细想一下 然后有讲到的人 你们可以说出来 或者是其他人也可以说出来 到底这个经文 我们看到神什么恩典 什么心情 我们一起站起来 放松自己 你经历一下神的临在 神带给你的平安 闭上眼镜 耶稣啊 你想着耶稣 耶稣啊 我需要你啊 亲爱的耶稣啊 你真好啊 你真美好啊 你真爱我啊 我需要你 神啊 求神啊 求神帮助我活在神的爱中 活在神的恩典中 你是这样爱我 神真美好啊 阿里路亚 耶稣真好啊 我喜欢你啊 我感激你啊 我喜欢神啊 我需要神啊 求神帮助我活在神的恩典中 感谢天佛 赞美天佛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有谁觉得平安轻松的 刚才这样祷告 有没有觉得 就好像轻松轻飘飘的 舒服的有没有啊 那希望你们习惯 你习惯就能够进入神的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